嗨大家好,我是苏苏,今天我们来看科幻短片,独当重来。 连绵英语的夜晚,小餐馆内坐满了客人,爱德华与好友卡丽也在其中。 在两人用餐的桌子上,摆放着一个由爱德华亲手设计并制作的魔方。 而这个物件很快引起了卡丽的兴趣,因此在她的一再要求下,爱德华便为好友解释了一番。 这个像魔方一样的装置是一个非线性变换遥控器,它可以生成固定的时间切片,并利用原材料组成纳米柱的原理,在时空中生成锚点。 只要爱德华在固定的时间内进行保存,那么她一旦死亡,便可以重新回到之前保存过的时间点,就像游戏中的存档功能一样。 而为了向卡丽说明魔方的神奇之处,爱德华按下了存储键,并拿起桌上的餐刀刺向了自己的胸口。 在全餐厅所有人的惊呼声中,爱德华完好无损地重新回到了刚刚存储过的时间点,可卡丽的记忆也在回溯中被重置。 所以她完全不知道之前发生了什么。 由于一切回到了原点,爱德华便再次向卡丽进行解释,并说出了餐馆内即将发生的事情。 而在一次次的重复和争论之中,卡丽也按下了保存键,并用餐刀刺向了胸口。 爱德华箭状则立刻自杀,然后回到了存储点。 原来,魔方只能识别她自己的基因,并不会保存卡丽的时间点。 起初,卡丽完全无法理解爱德华不断重复的原因,直到一个女人走入餐厅,她才意识到了真相所在。 原来,爱德华爱上了这个走入餐厅的女人萨拉,缺乏自信的她却根本无法吸引萨拉的注意。 为此,她竟然带着卡丽进行了4795次的测试。 在得知,爱德华已经让这个过程持续了整整三年后,被惊呆的卡丽再也无法忽视心中难以平复的气氛。 因为在卡丽看来,爱德华为了和萨拉搭讪已经失去了理智,不断重置时间的她更是没有在意其他人的感受和人生。 那爱德华听闻却表示,地球迟早会毁灭,很多人的人生根本毫无意义。 因此她认为发明魔方的自己,反而有资格实现她的爱情理想。 在得知这一切后,万分无语的卡丽只想赶紧帮爱德华实现心愿,并让被困三年的自己离开这个时间点。 虽然作为女性的她随即开始帮爱德华出谋划策,但她很快发现,爱德华其实早已在之前的4795次尝试中试过了所有方法。 无奈之下,两人只能咨询餐厅服务员的建议。 经由服务员的引导和分析,两人得知萨拉刚刚受了情伤,所以她并不想遭受别人的告白和骚扰。 在得知此事后,爱德华递上了一张关心的纸条,而被动笑的萨拉也对这个颇为善良的年轻人产生了好感。 重新返回卡座后,爱德华一扫之前的阴霾,可卡丽却发现爱德华根本没有要萨拉的电话, 她不断重置的原因,竟然只是为了确定对方是否安好。 一想到自己被浪费的三年时光,卡丽狠狠地教训了这个损友一顿。 而就在两人离开餐厅之时,萨拉突然叫住了一脸尴尬的爱德华,似乎是爱德华的善意打动了萨拉。 她不仅留下了电话号码,还温柔地亲吻了爱德华的面颊。 卡丽见状则为爱德华送上了忠心的祝福,并叮嘱她毁掉这个时间魔方。 而为了确保事情万无一失,卡丽又提醒爱德华毁掉魔方之前再次进行保存。 可让两人都没想到的是,一辆大巴车突然飞驰而过, 被撞的爱德华也因同步按下了保存键,被永远定格在了这个时间点上。 本以为要重新展开人生的卡丽没能离开。 而一脸幸福笑容的爱德华,也只能在飞驰而过的大巴车前,不断重复那个死而复生的瞬间。 好了,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,如果喜欢我的视频,请别忘了点赞评论,我们明天再见。 再见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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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